等一下 江阳公主出来之后 你们三个负责吓唬她 然后由长盛来一招英雄救美 救公主 放心 我长盛 以前还有个混名 浪子 情场浪子 想要征服一个强势的女 必须要用强而有力的肩膀 一把揽住她的药 再用一种高高踩上的眼神 服侍她 让她彻底沦陷 靠你了 浪子 小姐 一个人哪 要不陪哥几个一起去玩一下 你们要干嘛 住手 走吧 别害羞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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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高在上的服侍眼神 成熟迷人的微笑 我就不信这样 还迷不倒你 救命啊 我就是个小龙 我不是主谋啊 你以为不是老师干的 你不行话就说吧 干吗打人啊 别 别打我 翻脸了 别 别打他了 别打他了 我对不起啊 兄弟 别打脸 家阳公主 你睡了吗 是我呀 家阳公主 睡着了 睡着了怎么可能说话呢 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关于燕长云的哟 关于燕长云的真相 说吧 你到底想要说长云什么真相啊 公主 你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说长云什么真相啊 燕长云这个人 实恶不舍 那说来听听 他这个人 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动不动就拔刀 而且拔起刀来 叨叨毙命 啊 啊 啊 长云竟如此神用 啊 不过听来 倒像是你们难过的坏人很多 否则也不会累到长云的 不是不是 燕长云这个人 卑鄙无耻诡计多段 特别喜欢闻音的 公主 说不准你不知不觉当中 都被他算计了 那看来 他不仅武功高强 还足智多谋 那 那岂不是文武双全 不是 他人命不行 我之前在千语问盈和他同住一屋的时候 他让我睡地上 还拿剑威胁我 我没看错他 他果然是一个绝身自豪的好男人 不是 我当时是个男的 我不是女的 难怪他让你睡地上 他信人手辣 魏国公就是被他整倒的 说不准 向万里也是被他整死的呢 沙发果断 果然是个真男人 其实之前 我就只是欣赏长云 可是听你这么一说 我反倒 爱上他了 不是 你大可不必 小大人 那既然你那么讨厌他 我将他带走岂不是正合你 不行啊 我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这作为女人 我劝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男人嘛 只不过是个点缀 这女人 还是要学会自己把握机会 公主恕岁 叶某守护不力 让闲杂人扰了公主 还坐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滚出来 站住 刚刚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我 卑鄙无耻 诡计多端 尖酸刻薄 心狠手辣 是 说的就是你 你卑鄙无耻地勾引我 诡计多端地让我爱上你 尖酸刻薄地想要阻挠我 心狠手辣地把我推开 验长云 每天看着我跟你上蹿下跳的 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笑 特别有成就感 既然那么痛苦 为什么还要执着 谁执着了 公主说得对 女人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她有她自己的宁国四公子 什么春夏秋冬 我就不能有我的二十四节气嘛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接近家人公主 只是为了查明她与朱英粉蛮的关系 等一切水落石出 我断不会与她有任何瓜葛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殿长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